那我想時間有限在這邊 我想先請教我們行政院理院長 那知不知道硝波塊的由來 我瞭解硝波塊應該是 主要它是可以幫海浪的那個 對海岸的沖刷 能夠減少它的這個衝擊力 但是它的原油我不信出它的起源 謝謝院長 我再稍作補充 它是在二戰的時候 那在北非戰場 法國它用來阻擋德國坦克進攻的一個器具 那戰後清理戰場之後 就把這些快體把它丟在 那個Casablanca的一個海岸旁邊 那後來發現說這個東西 它能夠有效的阻止這個海浪的侵襲 跟消能作用 所以就一直沿用到現在 那我想就是說 本習認為為什麼要講硝波塊 就是我們的產業面臨了多方的衝擊 那本習期望 期許說 李院長可以像 就是效法效果快的精神 大家一起來守護 我們台灣的這個國內的各項產業 那我在這邊 這是我的一個禮物 那我送給李院長 我們一起來努力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因為時間有限 到這裡